SHF的超人系列一向也有被人咎咚 說它的可動性會比較低 特別是腰的可動幅度 往往往往往往往前面 甚至踢腿的動作都比較低的 怎樣才能提高呢?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小改造實行 可動幅度補原計畫 嘩嘩嘩嘩嘩 各位風都市民大家好 我是Mr.Man3423 我的頻道是主要做一些 與特攝動畫相關的專題影片 而且也會關於一些模型或者玩具攝影的專題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想做到跪地?彎腰?沒問題 近日因為人們開始入手到Delta Rise Claw 也同樣有這個問題,就是它的可動幅度真的有點低 怎樣可以提高它的可動幅度呢? 我們這條影片來看看有什麼小手術可以提供它的可動幅度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看看怎樣去做 請注意,由於改造一定會有風險 請做好心理準備,有機會會弄壞你的公仔 今次的改造最主要第一,就是防止它日後會有刮花的情況 第二,就是提高它的可動性 以這兩個為大前提去進行改造 這個改造手術我會建議大家賣入之後就可以盡快去做 否則如果你玩花了一件零件之後才做 其實到時都無補於事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想小試牛都拿一些波奇通返 比較容易容易買一隻回來的公仔去嘗試 就像現在賤價都可以買到的Toriger 或者Z的Alpha Edge等等 今次我們會用Alpha Edge來做實驗 我會涵括來說,主要會通用19年至2022年推出的SHF 譬如Z的系列,Toriger,甚至其他New Gen的超人 都應該會通用 今次的改造主要是預備鉗 一個是來拆零件用的 另一個是來剪刀的 筆刀 還有一壺熱水 其實還需要膠水 但今次拍攝就忘了拍 現在補回照 準備好之後就可以開始改造了 今次的改造其實都比較簡單 因為都是切割為主 準備好這些道具之後 我們就可以著手去開始拆件 首先把這隻公仔的一些零件去拆散 有一些可以徒手去拆的先拆 緊的位置主要是因為之前出廠的時候 已經有膠水去黏住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熱水來助熱膠水 讓它可以溶膠 容易一點 我們可以再找一個尖咀鉗 去反開這些零件 水溫希望是大約達到80-90度左右 浸大約半分鐘至1分鐘左右 浸完之後 我們可以拿起來 用尖咀鉗來抹開它 注意小心點抹 因為有試過抹開零件的時候 很容易會咬爛零件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去進行這個步驟 拆開零件之後 我們就首先由這個Heap 位開始改造 Heap 位那裡 我們只要把中間的零件 剪掉它的卡軸位 之後再削一削它 去削入到大約這樣的程度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目的就是想中間這個 接駁大腿的零件 去跟這個Keep 位的裝甲去分離 讓它可動性提高 同時當如果要提腿的時候 可以避免去刮花它的裝甲 搞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膠水把它黏起來 大家如果有模型膠水 可以用模型膠水 又或者方便的話 就可以用AA膠都可以 改造完之後 這條底褲位其實會有點鬆飄飄的 由於它是被這個大腿卡住了 所以其實它的底褲是怎樣都不會掉出來的 之後我們就可以改造身體的部分 我們只要把它兩邊的開口位都削大 這樣就可以提高到可動性了 首先我們可以把這些不需要的部位 用鉗去盡量鉗走 鉗不到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再用筆刀去削它 其實這隻膠都比較容易削的 其實改造應該都不算很難 都很適合一些初學者去嘗試 大致削完就是這樣的形狀 好 之後就到最後一步了 我們要將它這個蝦筍位去削走 這樣就可以提高它兩隻手的 butterfly joint 的關節可動 同時間削薄它這個零件 亦都可以幫助到它的胸口向下屈 讓它腰的零件亦都可以 不用被阻礙得那麼多 大致上這樣就完成了 好 我們來做一個快速的對比 大致上改造完的幅度 就是可以去到這個程度 跟未改造之前我們去比較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可動性 真的大大提高了 至於刮不刮花大腿零件 大家玩的時候還是要小心 但至少可以避免了 最基本去提腿的時候的刮花 好像剛才所說 其實其他超人系列 都某程度上可以套用同一個方法去進行改造 大家可以自己留意一下去玩一下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只不過做一個很簡短的介紹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不妨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說我聽有什麼問題 希望這個分享都可以幫到大家 好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不妨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